厨具 门窗 建材都涨了 日本多家企业相继宣布涨价 涨幅最高达四成 上周五 日本央行发布报告称 日本企业对经济前景的判断 出现了过去一年半以来的首次恶化 显示俄乌局势之下原材料价格上涨 正在切实地影响日本的多个产业 其中 有色金属交易价格大涨 甚至开始波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受俄乌局势影响 近期铜 铝 涅等有色金属的价格出现大涨 有的甚至创下新高 一家店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里的铜锅等厨房用品售价 已经普遍上涨了超10% 还可能继续涨价 日本国内的铝主要依赖进口 其中俄罗斯是重要来源国之一 占到日本铝进口总额的10%以上 此外 俄罗斯还是全球捏的主要生产国 作为不锈钢制品的原材料之一 近期捏价暴涨也使日本的不锈钢厨具价格上涨 目前正值日本的开学季 一些厨师学校的学生开始选购厨具 价格上涨也使他们感到负担沉重 有色金属集体涨价 还给日本其他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其中就包括建筑及装修行业 例如门窗以及建筑内装等需要大量铜 铝等材料 据报道 近期日本15家主要的建材 以及家居企业相继宣布上吊价格 涨幅最高达到近四成 主要原因就是有色金属等原材料涨价 此外 由于近年来日本汽车生产追求轻量化 因此对铝材的需求极大 日本媒体报道称 如果俄罗斯停止出口旅 预计日本汽车制造业的供应链将受到冲击 为了缓解有色金属涨价的压力 日本正把关注的布光头像回收再利用 由于二手电动汽车和电池中含有丰富的有色金属 有的链含量最多能达到30% 因此被称为城市矿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